大家好 我是愛元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最新攻略 元神4.6 開圖任務協律上的麥敘斯 蓄取鬼陣之夢加第一張海魔王的宮殿 現在4.6的版本更新 我們先來做一下開圖任務 開始後直接傳送到新增的這個矛點 然後往前走幾步就會觸發任務的 把神像給點亮一下 開圖任務就在這個位置 靠近就會自動觸發 換完之後就直接要開打了 好 一早還不死了 一段劇情結束 任務正式開始 現在去往 去往佩泰妮可這 上來之後 嗯? 矛點呢? 前面人家先不管 話說他這系統的頭上紅光是傻呀 被附身了嗎? 現在跟著任務直營點走 順便點亮下這個矛點 嗯? 這一看就是一處方應 那網路之海就從這個地方下去了 是我們最順便順才能幹嘛 就是 有一個牙齒的地方 穩住不穩的吧 平路上都是這些石像啊 這邊也是石像 上面有一個傳錨點 對話結束之後旁邊錨點還是記得點亮一下 最後就跟著小貓咪走吧 對金蜜死卷1 你跑來去啊 你跑來繼續演任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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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矛點在什麼位置 繞過來是吧 那順道點一下吧 反正就幾步路 不點白不點 快走 這怎麼還跑出一本魔法書啊 這個矛點還是過來點亮一下 然後看下去 現在是需要我們找什麼空白水譜 那剛才點的這個矛點就有用了呀 沒點的話還要跑一趟 這什麼大鯨魚 哦不對這 這個是前瞻你們被封印的那個龍王吧 看一下 嗯 哦這個圖標 點一下 切換 然後長按是 哦不是長按 把它調到這邊對應的圖形 這邊是第一個圖形 這邊是第一個圖形 過來拾取物品 現在要去另一邊嗎 嗯那這個矛點 這個矛點也點對來呀 不然又要跑一套 大 好 剛才還是傳送門吧 紅衣服的是誰啊 怎麼對話解釋就要開打呀 到當 微光無數 只有兩個吧 你都看見啦 看著不只兩個 嗨 你幹什麼 啊 這裡 這邊也要倒嗎 好啊 好啊 好運看破 要欠賞 隨便 按 這 那這樣的話 第一張結束 第二張正式開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